同学们好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燃料电池的特点 工作原理 分类和应用 以及发展历程 从这一节开始 我们将进行几种燃料电池的专题学习 首先我们来学习碱性燃料电池 碱性燃料电池 英文名 Eclan Full Cell 简称AFC 最早是由美国航天局开发 并获得成功应用的燃料电池 早在20世纪60年代 就在航空航天领域达到了实用化阶段 被用于美国阿波罗登月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 那么碱性燃料电池是怎么工作的呢 碱性燃料电池采用35%到45%的轻氧化钢或轻氧化钠溶液作为电解质 用氢气或氢气 用氢气或氢气 使用氢气或氢气为氢化剂 使用硅金属如钵 钵 金 银等 和过度金属 如氢气或氢气或氢气等 或者由它们组成的氢氢等作为催化剂 如图所示 当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 强碱溶液为电解质时 碱性燃料电池的氢气、氢气以及总反应式如下 电池氧极反应发生时 两氢氢气在碱性电解质中被催化氧化 生成四氢氢水分子和四氢氢电子 水分子通过电解液到达氢气 电子则通过外电路带动负载 做工后也到达氢气 氢气反应发生时 一氢氢氢气与从氧极扩散过来的两氢氢水分子和四氢氢电子 发生还原反应 生成四氢氢氢氢离子 概括起来 碱性燃料电池的总反应 即两氢氢气和一氢氢气 在碱性电解质中发生电化学反应 生成两氢氢水分子 与其他燃料电池相比 碱性燃料电池具有哪些特点呢 碱性燃料电池技术成熟 具有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 可以在室温下快速启动 迅速达到额定负荷 而且运行稳定 寿命长 碱性燃料电池的高效率 稳定耐久等优点 使其迄今为止 仍是最适合于太空使用的燃料电池 虽然碱性燃料电池的研究和应用 已比较成熟 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 碱性燃料电池实际使用中 往往采用空气作为氧化剂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会毒害碱性电解质 生成碳酸跟离子 对电池的效率和使用寿命会造成影响 使得碱性燃料电池系统 需要复杂的二氧化碳脱除装置 而且只能用纯氢气作为燃料 增加了原料成本 二氧化碱性燃料电池的电解质采用腐蚀性的碱液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而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三 碱性燃料电池的催化剂 一般采用硅金属薄 才能获得高的电池性能 并且需要一个控制体系来保持电解质浓度的恒定 这些因素使碱性燃料电池系统变得复杂 成本提高 加上其功率密度不高 启动时间较长 导致其目前不适合用于民用的交通工具和便携电源 碱性燃料电池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 接下来我们对碱性燃料电池的发展状况进行概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温碱性燃料电池被用于太阳神阿波罗太空飞船登月飞行 标志着燃料电池技术成功应用 碱性燃料电池能够在太空飞行中成功应用 因为空间站的推动原料是氢和氧 电池反映生成的水经过净化可供宇航员引用 其养分系统还可以与生保系统互为备份 而且对空间环境不产生污染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众多汽车生产商都在研究使用低温燃料电池 作为汽车动力的可行性 由于低温碱性燃料电池存在一手二氧化碳毒化等缺陷 使其在汽车上的应用受到限制 但碱性燃料电池可以不采用硅金属催化剂 如果使用二氧化碳过滤器或碱液循环等手段去除二氧化碳 克服其致命弱点后 用于汽车的碱性燃料电池将具有限时意义 因此 碱性燃料电池领域近年的研究重点 是二氧化碳毒化解决方法和替代硅金属的催化剂 二氧化碳毒化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 如通过电化学方法消除二氧化碳 使用循环电解质液态氢 以及开发先进的电极制备技术等 德国西门子公司开发了100千瓦碱性燃料电池 并在U1潜艇上实验 将其作为不依赖空气动力源并获得了成功 2007年 日本汽车制造商大发工业 宣布开发出了一款无薄的碱性燃料电池 该技术适用于小型有限范围的汽车 对性能和耐久性的要求 不像大型汽车那么严格 但该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 近期不会出现商业化产品 碱性燃料电池Energy 是全球领先的碱性燃料电池电力公司 2019年 他们宣布推出了新型的高功率密度的碱性燃料电池 如图所示 相比传统的碱性燃料电池 这种新的碱性燃料电池具有更快的响应时间 更大的功率密度 更小的体积和占地面积 同时仍保持高的效率 能够接受低品位氢燃料来源 有望应用于交通领域 在我国 碱性燃料电池的研究起步也很早 中科院长春硬化所 在60年代末就进行了碱性燃料电池的研究 70年代 我国曾出现过研制碱性燃料电池的高潮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研制成功的两种实面模型 静态排水的碱性燃料电池 一种以纯氢纯氧为燃料和氧化剂 带有水回收与净化分离系统 另一种为 以水合井分解器 其中氢气含量高于65%为燃料 空气氧为氧化剂 这两种碱性燃料电池系统 都通过了例行的航天环模实验 天津电源所进行了 BACON型和石墨模型动态排水 碱性燃料电池研究 成功研制了动态排水 实面模型碱性燃料电池系统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所 在70年代组装了10千瓦 20千瓦以及氨气分解器为燃料的电池组 并进行了性能测试 80年代研制成功了千瓦级水下用的 碱性燃料电池 根据工作温度不同 碱性燃料电池又可以分为 中温和低温燃料电池两种 中温碱性燃料电池主要用于 航天飞行和太空项目上的动力电源 经过几十年的使用 已被证明是安全可靠的太空电源 低温碱性燃料电池 是今后科研工作者重点开发的方向 其应用目标是便携式电源 和交通工具动力电源 近年来研究人员在二氧化碳 毒化解决方法和替代贵金属催化剂方面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为低温碱性燃料电池的交通工具应用 创造了可能性 但其真正要实现商业化 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学习了碱性燃料电池之后 请同学们课后查阅相关资料 思考以下问题 一 为什么国内的碱性燃料电池 近年来发展缓慢呢 二 低温碱性燃料电池 未来能作为汽车的动力电源吗 好了 碱性燃料电池的学习到此结束 下次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另一类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